川普3月28日发推,对朝鲜半岛局势的最新进展做出回应,我昨晚收到了中国习近平的信息,他告知我他跟金正恩的会晤顺利进行,并且金正恩盼望跟我进行会晤。与此同时,不幸的是,最大化制裁和施压必须不顾一切代价的保持下去。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美国科学家联盟国防态势项目主任蒙特对华盛顿邮报表示,北京在寻求对即将到来的川新峰会施加影响力。在金正恩上台之后,朝中关系一度恶化。金正恩处死了亲北京派官员,他的姑父张成泽。在2016年,当中共主持G20峰会的时候,金正恩连发三枚中程弹脑导弹。韩国说,这是对中共的武装抗议。 川普就任总统之后,施压中共加入对朝鲜的国际制裁行动,令北京和平壤的许语进一步扩大。上海政法大学军事专家倪岳雄说,金正恩在利用中美之间的矛盾从双方捞好处。 华盛顿威尔逊中心朝鲜问题专家李检对华盛顿邮报表示,我们看到,朝鲜小心翼翼打造的外交策略正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他从北京开始。 盲特说,在朝鲜问题上,北京和平壤之间的分歧真的是我们最大的资产。但是金正恩访华改变了美朝谈判的前景。我们必须迅速调整。 前助理国务卿罗素告诉CNN,朝鲜可能故技重施,分裂五个参与解决朝鲜半岛危机的国家。 这五个国家是美国、韩国、日本、中共和俄罗斯。试图破坏国际社会的团结,这是朝鲜的标准游戏。 川普对朝鲜可能耍的阴谋诡计已有防备。在川金会来临之前,川普接连提拔两名鹰派担任新的国务卿和国安顾问。 新任国安顾问博尔顿质疑朝鲜去核化的真诚。他相信金正恩要求会晤,是为了给核武开发争取时间。 而新的国务卿蓬佩奥过去曾倡导推翻金家政权。一份最新报告令朝鲜去核化的真诚在受质疑。 根据詹士马基特信息咨询提供的专家报告,从2月25日拍摄的卫星照片上发现,朝鲜宁边核反应堆可能已经启动。 该反应堆可用于提炼制造核弹所需要的主要原料部。 纽约时报报道说,宁边核反应堆的启动使朝鲜冻结核,以及终极目标无核化的会谈变得复杂。 川普向金正恩提出忠告。川普周三发推说,现在金正恩有一个好机会可以为他的人民以及为人类做出正确的事情。我盼望我们的会晤。 朝鲜党魁金正恩28日结束了为期三天的访华行程。 朝鲜官方通报中称习近平接受了金正恩的访潮邀请,但中方意外之则不提。 这似乎与薄熙来当年逼宫胡锦涛到重庆站台很相似。 当地时间3月28日,朝鲜官媒《朝中社》发表了金正恩在北京欢迎宴会上讲话的部分内容。 其中提到,金正恩以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名义,邀请习近平方便的时期对朝鲜进行正式访问,习近平欣然接受邀请。 但是,中共新华社有关金正恩访华的通稿中,并没有习近平接受访朝邀请的内容。 观察家注意到,从朝中社报道中方便的时期的表述,似乎也能看出习近平接受邀请有多少诚意。 习近平和金正恩因为朝核问题的分歧,关系一度虚冷。 每每披露,习近平曾私下表示对金正恩的厌恶。 前美国驻中国大使包客室曾经透露,习近平一度使用罪贬损词汇来形容金正恩。 近期以来,由于中方配合美国对朝鲜进行经济制裁,金正恩也通过媒体在国内大肆宣传愁中情绪。 中朝间此次突然破冰,外界相信是中美朝三方博弈的结果。 中朝北京会晤后,朝方再次举起所谓中朝传统友谊的大旗,并宣传习近平接受访朝邀请, 似乎显示朝鲜在美方高压和国际孤立中,试图再次寻求北京支持的意向。 但北京对中朝关系恢复到何种程度,包括是否增减对朝制裁力度, 如何推动半岛无核化,估计还要看国际环境而定,不会贸然行动,让自己陷入被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朝鲜单方面宣布习近平访朝议项和当年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逼宫胡锦涛的手法相似。 2012年,在王立军事件后的中共两会上,薄熙来仍然大谈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 当日本记者追问为什么胡锦涛还没有去重庆时,薄熙来说,我们深信总书记会去重庆, 而且看了后他会高兴的,胡锦涛主席非常重视重庆,此言被认为是对胡锦涛的直接逼宫。 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被认为是在江泽民扶持下,自闭路线,另立中央。 在此之前,时任九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除了胡锦涛和温家宝,都曾经到重庆为薄熙来站台。 此次两会后薄熙来就被扣在北京,随后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接受审查。 考显领导人金正恩于3月25日至28日访问中国已经被官媒证实,习近平与金正恩举行了会谈。 分析认为,金正恩此次访华已经及此将美朝关系当作政治筹码,向中方进行了讨价还价。 新华社报道,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于3月25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 报道说,在谈到访问原因的时候,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成为领导核心并再次当选国家主席,按照朝中友好传统,自己理应当面致客。 当前朝鲜半岛局势急速变化,从情意上和道义上,也应该及时向习近平当面通报。 据美国之音报道,26日金正恩一行到访,会谈前的欢迎仪式是习近平在北京大会堂北大厅举行的。 而过去,欢迎外国贵宾的仪式,往往是在北京大会堂前面的广场上公开举行的。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等人,均参加了有关活动,这似乎是指他们分别同朝鲜代表团人员会晤过。 这是金正恩首次访华,也是他担任朝鲜领导人以来首次出国访问。 同时这也是习近平同金正恩首次会晤。 此次陪同金正恩访华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组织指导部部长崔龙海, 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宣传鼓动部部长朴光浩, 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国际部部长李朱雍, 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统一战线部部长金英哲,朝鲜外相林永浩等人。 日本《财经新闻》26日曾引述中方消息时, 中朝双方今年初曾商讨金正恩访华一事, 中方条件是朝方示意契合,此次金正恩访华, 意味朝鲜或已经答应契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梁云祥接受东网记者访问时则认为, 金正恩会透过与中共会面,搬出美朝关系作为筹码, 即此向中方讨价还价,而在5月与美国会谈时, 预料金正恩也会以中朝关系作筹码,试图向美国谈判。 近年来,由于朝鲜频频进行飞弹试射即可试验, 北京表面支持了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祭出了制裁, 两国关系日渐恶化。 2017年下半年,朝鲜国内开始宣传中国是朝鲜的千年速敌。 中共十九大后,金正恩拒绝接见习近平特使。 但金正恩借2018年新年克辞之机, 向韩国总统文在寅是豪与韩国改善关系, 并及韩国总统文在寅千千绕绕过中共, 向美国总统川普提出会面的意愿。 川普表示,为实现半岛永久无核化, 定于5月之前与金正恩会面。 韩媒称,为了美朝首脑顺利会晤, 金正恩向美国做出两项承诺, 包括停止开发洲际弹道导弹并逐步废弃的隐藏筹码, 及释放被朝扣留的三名美国人等内容。 针对日益紧张的中美贸易冲突, 被外界传释习近平的博士导师,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近日发文称 中国打不起,没法打,但文章遭封杀。 针对日益紧张的中美贸易冲突, 被外界传释习近平的博士导师,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近日发文称 中国打不起,没法打,但文章遭封杀。 孙立平近日在孙立平社会观察微信公众号上发表文章, 谈及三点看法,一,贸易战是美国战略思维发生变化的产物, 而国内的不明智的言行起了触发的作用, 二,中国打不起,没法打, 三,中方会做出大的让步。 对于为什么中国打不起贸易战,没法打,文章称, 我们经常说,贸易战是两败俱伤,中美都输不起, 但实际情况是我们更加输不起, 对于这一点一定要清醒。 文章分析称,那些细节上的优劣势是无足轻重的, 关键是如下几个因素, 在资源方面,美国自然资源的禀赋可以使得其在闭关锁国的条件下 也能发展相当一段时间, 而我们的资源严重依赖外部市场, 最尖端的技术大多掌握在美国手里, 而我们要严重依赖美国的技术, 我们的外汇绝大部分来自于美国, 没有这些外汇,必须的粮食、石油和芯片等都无法进口, 美国有众多的盟友,离开中国, 虽然经济也会受沉重打击, 但仍有广大的市场, 而我们则没有这样的条件。 文章还称,如果贸易战打到极端, 对于美国经济来说至多是重创的问题, 而对我们来说则是生存问题, 而美国唯一的劣势是国内反贸易战的压力。 对于贸易战对企业的影响急走势, 文章认为, 这次的贸易战会以妥协让步的方式来解决。 当然,中国做出的让步会更大, 或者主要是中国的让步。 最大的让步是旅行加入市贸时的大部分承诺, 实行更大烈度的对外开放。 文章认为, 这个影响要比贸易战本身的影响大。 对于企业来说, 也许是意味着某种机会。 这篇文章出来后立刻引发关注, 随后就被封杀了。 中共左派官媒环球网发文指责作者, 仗还没打, 就有人要割地求和。 外界盛传, 孙丽萍是当年习近平在清华读博士的论文导师。 但习近平的法学博士学位及论文 自从他还是国家副主席的时候 就开始广受质疑, 人们质疑学位及论文的真实性。 而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日前的质疑可谓, 将质疑习近平学历的声音推到了另一高点。 孙丽萍多年前曾在某财经年会上表示, 中共各级政府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授权作恶, 使得中国已经沦为与法治格格不入的国家。 他断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已经发生, 中共如果错过和历史切割的机会, 少则五年, 多则十年, 国家将出事。 去年, 北京清理低端人口, 拆除广告牌, 没改气闹得怨声载道。 孙丽萍曾撰文质疑, 北京发生的所有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 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这里特别要提醒一句, 搞不好, 今年过年期间还可能出大事。 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北京欢迎宴会上讲话的部分内容。 其中提到, 金正恩以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名义, 邀请习近平方便的时期对朝鲜进行正式访问, 习近平欣然接受邀请。 但是, 中共新华社有关金正恩访华的通稿中, 并没有习近平接受访朝邀请的内容。 观察家注意到, 从朝中社报道中方便的时期的表述, 似乎也能看出习近平接受邀请有多少诚意。 习近平和金正恩因为朝核问题的分歧, 关系一度虚冷。 每每披露, 习近平曾私下表示对金正恩的厌恶。 前美国驻中国大使包可使曾经透露, 习近平一度使用最贬损词汇来形容金正恩。 近期以来, 由于中国, 这是对中共的武装抗议。 川普就任总统之后, 施压中共加入对朝鲜的国际制裁行动, 令北京和平壤的许语进一步扩大。 上海政法大学军事专家倪岳雄说, 金正恩在利用中美之间的矛盾从双方捞好处。 华盛顿威尔逊中心朝鲜问题专家李检对华盛顿邮报表示, 我们看到, 朝鲜小心翼翼打造的外交策略正在世界舞台上展现, 它从北京开始。 蒙特说, 在朝鲜问题上, 北京和平壤之间的分歧真的是我们最大的资产。 但是金正恩访华改变了美朝谈判的前景。 我们必须迅速调整。 前助理国务卿罗素告诉CNN, 朝鲜可能故技重施, 分裂五个参与解决朝鲜半岛威启动。 该反应堆可用于提炼制造核弹所需要的主要原料部。 纽约时报报道说, 宁边和反应堆的启动使朝鲜冻结核, 以及终极目标无核幻的会谈变得复杂。 川普向金正恩提出忠告。 川普周三发推说, 现在金正恩有一个好机会可以为他的人民以及为人类做出正确的事情。 我盼望我们的会晤。 朝鲜党魁金正恩28日结束了为期三天的访华行程。 朝鲜官方通报中称习近平接受了金正恩的访卓邀请, 但中方意外之则不提。 这似乎与薄熙来当年逼宫胡锦涛到重庆站台很相似。 当地时间3月28日,朝鲜官媒朝中社发表了金正恩在机的国家。 这五个国家是美国、韩国、日本、中共和俄罗斯。 试图破坏国际社会的团结,这是朝鲜的标准游戏。 川普对朝鲜可能耍的阴谋诡计已有防备。 在川金会来临之前, 川普接连提拔两名英派担任新的国务卿和国安顾问。 新任国安顾问博尔顿质疑朝鲜去核化的真诚。 他相信金正恩要求会晤,是为了给核武开发争取时间。 而新的国务卿蓬佩奥过去曾畅导推翻金家政权。 一份最新报告令朝鲜去核化的真诚在受质疑。 根据詹士马基特信息咨询提供的专家报告, 从2月25日拍摄的卫星照片上发现, 朝鲜宁边和反应堆可能已经, 川普3月28日发推, 对朝鲜半岛局势的最新进展做出回应, 我昨晚收到了中国习近平的信息, 他告知我他跟金正恩的会晤顺利进行, 并且金正恩盼望跟我进行会晤。 与此同时,不幸的是, 最大化制裁和施压必须不顾一切代价的保持下去。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 美国科学家联盟国防态势项目主任 蒙特对《华盛顿邮报》表示, 北京在寻求对即将到来的川经峰会施加影响力。 在金正恩上台之后, 朝中关系一度恶化。 金正恩处死了亲北京派官员, 他的功夫张成泽。 在2016年, 当中共主持G20峰会的时候, 金正恩连发三枚中程弹脑导弹。 韩国说,